主题就是你自己的医生 请问一下你的命运 你的身体要交多给别人吗 重点是你自己 我现在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重点你要先判读你自己 你身体哪里出问题 你要先知道 而不是把你的生命 你的病症交给医生 交给任何人 不是 反而要交给你自己 所以我们中医的理论基础 我们老祖先最有智慧 不与病智慧病 那请问一下在座 不与病智慧病怎么治疗 要怎么吃 还是要怎么睡 还是要怎么躺 我相信很多西医 等一下要叫你爬着睡 等一下要躺着睡 等一下怎么睡 都一直在改 他没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遵循的法则 来教对我们 照练系改你知道吗 等一下叫我们吃喝牛奶很好 改了就推翻了 等一下做喝牛奶不好 那我们到底要听谁的 从今以后 你们听你自己的 听你自己的 那你知道你的身体 五脏六五 你哪里出问题 你自己要先知道 我今天就要给你 大约跟你们讲 你们自己 你们都要先知道 你如果去判读 你哪里出了问题 你们要先知道 因为你灵性在告诉你 什么灵性在告诉你 你的头体在跟你说 你的灵性在跟你说 热胀冷麻 他就在告诉你啊 我举个例子好了 这样大家就懂了 你坐久了会不会酸 你为什么会酸 那灵性在告诉你 酸了 起来拜托起来 赶快走了 坐太久了 他已经告诉你了 然后没有告诉你 你身体有语言 你身体有语言啊 为什么没有语言 他就要告诉你了 这样久了会不会酸 鬼啊 他没有告诉你 那神经传达 你的中枢神经 就是在传达这个讯息告诉你 我举个例子 你怎么养生 以中医的理论养生 他这份哲学太厉害了 我民国七十八 退伍后没有多久 我真的去 去什么 刚好因缘 去中国医药学院 里面有一个老师 他最厉害是在哪里 他走进来之后 他病抗完了 最后是 忘文问切 中医里面有忘文问切 忘者 在座位 你可以 你可以这一套 这一套慢慢 油耳机也慢慢教给你们 你们 你们可以自我的 你每天要不要刷牙 在座的 每天要刷牙吧 每天要照照镜子吧 那你们会不会看看你自己 这里长一颗痘 你就知道哪里出问题 刷牙的时候 请你舌头伸出来 你自己看看你的舌苔 看看你的自己嘴 那个舌头 你就可以知道 你哪里出问题 五章六五 一定从表证告诉你 现象 像 这个像 我们中国的像 像素里面 他在告诉你 他在告诉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你神经 中枢神经 传达到你的身体 每一个部位的时候 你要懂 你如果去判读 甚至于 你自己要去推回去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这样大家都懂了 人家说 我现在手 我的手 举不起来 举不起来嘛 对嘛 五时间也好 症状也好 那我会反问 请问一下 你的 你为什么走 举不起来 是这样举不起来呢 还是这样举不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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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样举不起来 你都要先知道了 因为身体结构是你的 你就知道这个原理 它出在哪里 它出在哪里 你要懂 哦 这里可能是C5 C6 出问题 我们的颈椎 它的圆头在哪里 哦 我们的到五九走 往九走 这个走再推进去 是哪里 因为它是 全部都是 我讲今天这个原理 神经里面一定 症状会告诉你 症状 现象 包括你所有的病痛 它都会先告诉你 只是你没有觉知跟观照 你每天忙碌而已 可是它会告诉你 现在到未来 透过我们的妄疹 我们的很多神经 血管 它会再表证告诉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神经会传达告诉你 你哪里出了问题 你要去觉知一下 所以等一下 我们会给你们临床 我讲的是临床的东西 那你要先懂 所以我们给 我们 你那个想要 好 我们来看个图 这样 那个 好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 好了 你们手中都有嘛 第一个 我们先看 灵性中枢 神经 起源 这个部分 我大概已经有慢慢跟你们讲了 这个是 任何的自然疗法里面 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 绝对不能离开这三个关键 第一个一定是安全性为白第一 这是第一个 不管你什么自然疗法 都是以安全为白第一 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它的效果性 效果性 第三个 我们再来谈它的什么 速度 一定要去保持这三个原则 那我们 刚才 我有分享的 第一个 还没灵性中枢 神经以前 我们来看一个 灵性能量 在身体里面 有五个体的呈现 我先解释这个 身体里面 我们是一个载体 身体 肉身载体 那请问一下 人生